今年上半年有一个特别火的英剧叫《豺狼的日子》 主角豺狼是一个职业杀手 他冷静 致命 为了刺杀目标 他可以花几个月的时间来策划 像猎手一样 一步一步地把猎物引到陷阱之中 豺狼的形象基本上就是我们对狙击手的一般印象 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 在真实的现代战场上 即便是新版剧中用上了高科技的豺狼 他的战术也可能已经过时了呢 传统的时代正在落幕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作战模式 而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2025年8月 乌克兰战场上 一发飞了将近4000米的子弹 精准命中两个俄军的故事 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 世界最远击杀纪录的排行榜 就一直在被乌军刷新 目前公开可查的资料上 排名前五的击杀纪录里 就有三个是乌克兰的 而刚刚等顶排行榜榜首的这位 来自乌克兰的幽灵联合狙击部队 出于保密原因 狙击手的具体姓名 我们无法考据 但这次狙杀发生的地点 我们大家倒是都很熟悉 那就是最近达德火热的 波克·罗夫斯克 也就是红军村周围 乌克兰官方媒体称 在过去的一年里 幽灵联合狙击部队 在红军村周围 和近千名俄罗斯士兵 进行了友好互动 可以说红军村之所以九攻不破 这些乌克兰的幽灵士兵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背景故事介绍完了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肯定是这惊世一枪 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 毕竟那可是四千米 子弹光是在空中飞行 就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就按五秒来算吧 在这五秒钟里 一颗小小的子弹 要对抗地心引力 风 甚至是地球本身的自转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射击技术了 而是一门融合了数学 物理学和气象学的弹导魔法 而要施展这门魔法 我们需要三样东西 一根合适的魔杖 一套复杂的咒语 以及一个配合默契的 冒险者小队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根魔杖 乌克兰狙击手使用的这把枪 叫做短吻鳄狙击步枪 由乌克兰本土企业研发 虽然叫狙击枪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把大口径的反器材步枪 它的目标基本上是 各类轻型装甲车 雷达弹药堆之类的 和美国的巴雷特 南非的NTW之类的类似 这些反器材步枪 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大 为了能够穿透装甲 这些枪一般都会做的 比较重和大 短吻鳄也不例外 这把枪全长2米 重达25公斤 转移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抬起 它发射子弹也非常大 是14.5×14毫米的 重机枪子弹规格 这种子弹规格 最初是为PTIS和PTRD 这些反坦克步枪开发的 后来也被苏联国家 用作各类重机枪 甚至是小口径 高射机枪的弹药 这个数字 可能大家没什么概念 看这张图 大家就知道了 最右边的是 美军的12.7毫米 制式子弹 右边数的第三个 就是短文厄 使用的14.5毫米子弹 可以明显看出 不管是弹头还是弹壳 都要比美军的 12.799毫米子弹要大 而美军的12.7 是北约等国的 反器材步枪的 常见口径 例如饱受赞誉的M82A1巴雷特 长期霸榜 最远狙击距离 排行榜的TSA50 用的都是12.7 只要一发 就能让一个人 动一块吸一块 而14.5比他还大一圈 其威力 大家可想而知 用这种小炮弹 去达4000米外的人 威力是绝对够了 但准头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这就引出了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弹道学 俗话说得好 子弹不长眼 一颗子弹飞出枪口后 它就不再受控制了 能决定它命运的 就只剩下两样东西 物理定律 和老天爷的脾气 狙击手要念的咒语 就是要精准计算出 这两样东西 会对子弹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个 也是最基础的物理定律 就是地心引力 大家想象一下 丢失子 或者是浇水的情况 就知道了 而在4000米的距离上 子弹下坠的幅度 有多少呢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 物理学常识 来简单估算 这个下坠高度为120米 但狙击手 必须根据测距仪的指示 精准计算出这个下坠量 然后把枪口 抬高一个对应的角度 让子弹进行所谓的抛射 才能保证不打偏 不过 如果说地心引力 用一个表就能标定 只要用上现代的激光测距仪 就万事大吉了 那接下来这个 可就没那么好掌握了 狙击的不确定性 最大的地方 就体现在风上 风对子弹的影响 有个专门的名词 叫风偏 而且这风 可不是从头到尾 都一个方向 一个速度 尤其是在远距离的情况下 子弹飞行的不同阶段 风向和风速可能都不同 这边的风 可能是从左往右吹 半路上的风 可能在打旋 目标那边的风 可能又是迎面吹来的 这种情况下 狙击手怎么知道 几公里外的风 再怎么吹 又要怎么决策 哪个风影响大呢 海报的这个手册里 给了一个独慎景的方法 在炎热地带 瞄准镜里 看到空气中的热浪 会像水波一样流动 经验丰富的狙击手 可以通过观察 这些波动的方向和速度 来判断远处的风力 例如 如果热浪像水一样 缓慢流动 那就意味着风速 在0到7英里小时之间 如果热浪快速奔流 那风速就在 8到15英里每小时 但如果热浪是垂直向上 呈现沸腾状态的 手册里的评价 简单粗暴 这种情况没有价值 因为它要么代表没风 要么代表风正对着你吹 对计算左右偏差 毫无帮助 接下来 是手册里最精髓的一句话 也是左右顶级狙击手的秘诀 要多慎紧 就要把观察精聚焦在半路上 为什么是半路 而不是目标附近 或者刚刚开火的位置呢 这是因为子弹 在飞行的中途 速度最慢 在空中待的时间最长 所以半路上的风 对它的影响最大 通过聚焦中断 狙击手就能抓住 影响弹道的最主要因素 读取到最关键的风力信息 当然这个时候 肯定就有朋友要问了 乌克兰那地方 又不像阿富汗 天气不热 没法观察热浪 来判断风向风速 这要怎么办呢 答案是因地制宜 手册中给出了一些方法 例如观察草 树叶 鱼血等的方向和角度 烟 旗帜 不调飘扬的状态等等 甚至是战场上 被风吹动的垃圾 也可以从其运动中 提取风力信息 一般来说 狙击手使用简单的估算法 来确定风速信息 例如 如果看到树叶和细小的树枝 持续晃动 旗帜展开 就说明风速在每小时8到13公里 除此意外 狙击手还会考虑山谷 山脊等地形对风的影响 因为风在山谷中会加速 而在山脊上则可能改变方向 好吧 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明白 狙击这玩意儿是一个数学题 现在我们解决了地心引力 算明白了风 这都还不算完 在4000米的极限距离上 还有一个平时我们根本想不到的问题 那就是地球自转 或者叫科里奥利效应 在一般的场景下 地球自转是没什么影响的 每当子弹在空中飞行 长达5秒钟时 它的目标也跟着地球自转 移动了一段距离 在北半球 子弹会向右偏 在南半球会向左偏 这个偏差在几百米内 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4000米的距离上 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03米 一个成年男性的平均间宽 大约是0.5米 这意味着 如果狙击手考虑到了所有的因素 完美地瞄准了目标的中心 但不做任何科里奥利修正 子弹会从目标身边 两个身位宽的地方飞过去 在狙击中 这是绝对的翻车现场 看到这里 大家不难发现 一场狙击中 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变量 光靠射手一个人 拿个小本本算 当算出来之后 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现代超远距离狙击的核心 早就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实现弹道魔法的最后一环 一只冒险者 一只狙击小队 大众印象里的狙击手 总是一个孤单英雄 也就是所谓的孤狼 但在现代战场上 这种模式基本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狙击小组 一般是两人团队 就和使命召唤四中 潜入切尔诺贝蒂的 经典关卡差不多 这个团队由射手和观察手组成 射手的工作 基本上是一个无情的开火机器 套作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观察手发出指令后 在呼吸的自然停顿瞬间 平稳的扣下扳机 确保镳口在激发时 没有任何一丝多余的晃动 而观察手才是 整个狙击行动的大脑 它的工作要复杂的多得多 前面我们提到的 所有影响狙击的因素 都要它来一一解答 首先是观察与测距 观察手需要使用 更高倍率的观察镜 和激光测距仪 确定目标的精准距离 这是后面计算的基础 第二步是计算弹道 狙击手需要使用 手持式的弹道电脑 输入距离 风速 风向 温度 时度 海拔 射击角度等所有变量 计算出精确的修正指令 然后就是下达指令 比如向上修正五个密位 向左修正三点五个密位 而射手需要做的 就是在瞄准镜里 调整分化线 然后等待开火命令 第四步则是观察与修正 在射击后 观察手会紧盯着目标 通过观察子弹 在空气中留下的轨迹 或者弹着点建起了尘土 立刻判断出偏差 并给出第二发修正的指令 这点其实就类似于 海战中的弹着点观测射击 以上我们讲的这些 其实就是现代狙击的科学 也是幽灵小队破纪录的诀窍 有些朋友可能会以为 掌握了这种神乎奇迹的 远距离射击 狙击手就可以一招先吃遍天了 但实际上 远距离的开阔敌对决 只是狙击手 众多工作场景中的一种 现代战争的形态千变万化 狙击手也必须像变形金刚一样 随时切换自己的战术和形态 首先我们来看看 巷战的情况 现代战争 越来越多的战斗 发生在城市里 交战距离 但对狙击手来说 这里的挑战丝毫不亚于 在平原上对抗地球最传 因为城市是一个立体的结构 冷枪可能来自任何一扇窗户 一个屋顶 一个下水道口 在这样的战场上 狙击手的第一要物 不再是打得远 而是藏得好 在海豹突击队狙击手册中 花了大量的篇幅 来讲解城市作战 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其中的城市狙击藏身处 观察点一截 手册给出了一个 非常反直觉的警告 在选择合适的地点时 总有一种趋势是追求高度 但在城市行动中 这可能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楼层越高 楼下的射击和观察此角就越大 敌人可能溜边走到楼下 坐电梯上来 然后用RPG来个开门杀 而狙击小队 却可能因为角度问题 根本看不见他 手册建议 在城市里 除非有特殊情况 二楼以上的位置 就要谨慎选择了 那么好的城市层身点在哪 手册列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 废弃的建筑 地下室和阁楼 工厂 车库 甚至是在两层楼板之间的夹层之类的 不过在巷战的环境下 狙击手的作用 并不仅仅是杀死敌人那么简单 首先一个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就能让敌军一整条街道 一个广场的行动陷入瘫痪 每一个倒霉士兵在踏出掩体前 都得掂量一下 会不会有一颗子弹飞来 这种无形的压力 对敌人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巷战狙击手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传奇美国狙击手 克里斯凯尔 他四次前往中东 据他自己说 在伊拉克战争中 据称确认的狙杀数超过160人 被敌人敬畏地称为 拉玛迪的恶魔 凯尔的故事 很多人是通过电影 美国狙击手了解的 但电影终究是电影 凯尔真实的战场 远比荧幕上更加残酷和复杂 他平时最多的任务 不是去刷新世界纪录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的任务是守护 海豹突击队 狙击手册 在讲道城市作战事 将狙击手的一项 关键任务定义为 为其他单位提供保护 而这正是凯尔 大部分时间在做的事情 他的守护任务 主要是在混乱的城市里 为那些挨家挨户 揣门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提供上帝视角的掩护 在他的自传里 凯尔描述过这样一幕 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友们 冲进那些房子里 听到枪声 然后眼睁睁看着 有人被抬出来时 作为海豹 他教陆战队员 如何用少量炸药 快速破门 如何在进入房间时 利用战术队形 规避伤害 他白天在屋顶上狙击 晚上就带着陆战队 去清剿那些 白天攻击过他们的敌人 当然 凯尔也有一发 载入实测的 超远距离击杀 那一枪的距离 大约是1920米 当然 他发现一个武装分子 正准备用RPG火箭筒 袭击一支美军车队 凯尔的原话是 上吹了一口气 我射中了那个混蛋 这一枪没有弹道电脑 全凭一个 神经百战的狙击手 基于成千上万次 设计经验 形成了肌肉记忆和直觉 时间来到2009年11月 美国皇家骑兵队的狙击手 克雷格·哈里森 创造了 远距离狙杀的世界纪录 2475米 根据哈里森本人的采访 那天可以说是狙击手的天选之日 用他的话说 环境条件 对于远距离狙杀来说 是完美的 没有风 气候温和 视野清晰 在这种条件下 考验的完全是射手的技术 武器性能和弹道学知识 他们采用了一种最原始 也最可靠的方法 实弹校准射击 或者叫假插法 根据哈里森的回忆 他们总共打了9发子弹 才最终锁定目标 近年来 乌克兰狙击手 多次刷新了 最远狙击击杀的世界纪录 这背后 不仅仅是射手技术的 又一次进步 更是狙击战术本身的彻底革新 第一项革新 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 反击材步枪的普及化 像短文厄这样的小炮 让狙击小组的目标 从单纯的软目标 扩展到了敌方的轻型装甲车辆 雷达战 指挥所等高价值的硬目标 极大的提升了他们的战略价值 而第二项 也是最关键的革新 就是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无人机为狙击手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他们可以飞到狙击手 看不到的地方 进行侦探和目标识别 他们可以在高空 用上地视角 清晰地观察到子弹的弹着点 让修正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 他们甚至可以携带传感器 实时测量目标区域的 风速和气压 并将数据直接传输 给狙击手的弹道电脑 可以说 无人机解决了 困扰狙击手几十年来的 最大难题 也就是信息不对称 而当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 2025年8月 乌克兰幽灵狙击部队 创造的奇迹就不足为奇了 好了 关于现代狙击手的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认为科技的进步 会完全取代狙击手的经验和直觉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各位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替叙手漫无 赶紧去抢 g去抢 咱们 咱们 在这种宝藏 咱们 在这种宝藏 好 咱们 接着 咱们 尽松 在这种宝藏 咱们 的